其實就不建議你用那個剛剛的方法 其實在Excel裡面還有一些方法還蠻可以用的 哪些方法 其實以這一題來一看 你可以用那個 在資料裡面也不要資料剖析的功能 在資料剖析的話 剛好可以match這個Vlog的需求 那資料剖析的話 第一步請特別注意 一定要選擇你要剖析的資料範圍 不包含哪個名稱 你不要把那個B1整個 不是喔 你要選的話是B2一直到 B8 但如果你要錄製劇集的話 還是建議你不要放B2 Ctrl-Shift向下 這樣它就會自動去選到目前的最下面列 會自動去追蹤 OK這一點我覺得還蠻重要 那如果你沒有用快速鍵的話 那它的範圍就固定了 就你變成要一直在 每次就重新錄製很麻煩 但Ctrl-Shift向下就不用重新錄製 它會自動追蹤 第二步的話呢 再用資料剖析 B2到B8 然後資料剖析 第二步 接下來它會問你說 你是要分格符號呢 是不是分格符號 好像不是耶 有沒有固定寬度呢 好像有耶 有沒有 這一條線 他們好像都放在一起 所以你可以選擇固定寬度 按下一步 那它就會問你說 你要切割的那個線在哪裡 不過呢 因為這個 它的視窗很小 字也很小 所以你在點的時候特別小心 不要點Y了 因為這邊的話 我要從125的前面 跟刮弧中間點一下 有沒有 就分刻一條線 然後呢 再來後刮弧跟數字的中間 再點一下 哦 點Y怎麼辦 沒關係 它可以調整的 按住上面的箭頭 向右移動 OK 所以這邊的話 點Y沒關係 然後再點一下 因為這實在太小了 太難點了 好 如果點Y沒關係 再移過來一點點 OK 好 這樣的話呢 等於就給它六條線 那六條線 表示說 它就切成六條 變七等分的 七分的 OK 那七分裡面的話 只有 裡面有三個是我要的 你再告訴它說 哪三個是你要的 它就幫你取出來 然後放在那個 你指令的位置 所以下一步 然後呢 再來你告訴它說 欸 第一份這個 長 前刮弧要不要 不要 這個不要 不會入此欄 那一二五要不要 要 要就跳過 這個要不要 這個不要 所以你把不要的 把它選起來 不會入此欄 這個要不要 這個不要 不會入此欄 這個也不要 OK 那也就是說 你把那個不要的四個部分 選起來 不要 不要 OK 然後最後的話 還有一個關鍵的地方 那你要把要的那三個放哪裡 那你只要告訴它 左上角的那個儲存格位置就可以 它會自動去把它填滿 其他的 左上角 左上應該是哪一個 這個是 跟我講說放B 不對嘛 應該放哪裡 應該是放C2嘛 所以把B2改成C2 跟它講 左上角的那個儲存格 然後它就制動了 比如說三個嘛 這三個欄位 CD1 然後其他就向下填滿 OK 所以只要跟它講 左上的那個儲存格 然後按個完成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大功告成了 不過它會跳出什麼 你要取代目標儲存格嗎 當然要啊 不過其實你想說 老師為什麼 明明這上面都已經清空了 它還一直跳呢 我跟各位講哦 你看不到不代表不存在哦 OK 有些東西看不到哦 但是實際上就在你身邊哦 沒有 跟各位沒關係啊 意思是它裡面啦 其實它裡面有一些設定 只要你這個儲存格 曾經有放過資料 那它裡面就認為說 這個是叫Used的這個Sale 就是已經使用過的儲存格 所以會跳那個訊息 好 那 可是你想說 老師我想要 像剛剛一樣哦 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按下去 自動就切 一個按鈕就自動清除 那怎麼做 一樣嘛 你就做彩排 然後再來就是 錄製聚集 所以哦 那錄製聚集怎麼錄啊 一樣就是 呃 所以哦 開發人員錄製聚集 那我這個名稱就不改啦 直接用原來的 你這個名稱可以改一下哦 然後按確定 然後一 游標放在B2 然後記得哦 Ctrl-Shit的向下 2的話呢 就是什麼 呃 在資料的資料剖析 然後把它固定寬度 下一步 然後就是點 點 點 總共有六條線 哦 OK 把他下一步 然後再把他不會錄 然後再把他不會錄 史蘭 這個不要 這個也不要 哦 總共有四個不要 然後呢 這個把它改成 用在C 這個2的位置 然後按個完成 然後要取代4 好 這樣OK 哦 停止錄製 那清除的話呢 就是再錄一個 清除 那清除的話 那游標記得先放在C2 那建議哦 是Ctrl-Shit的向右 再向下 哦 這個可能 還是要學一下 因為 我是覺得 如果不會這一招 真的很多地方還蠻麻煩 尤其是範圍越大的時候啊 哇 那你越頭痛 像有時候幾萬筆耶 拉到底都還拉不完 所以哦 你就哦 Ctrl-Shit的向右 Ctrl-Shit的向下 Ctrl-Shit的向右向下 那先按Ctrl-Shit的按住 然後向右向下 按完之後哦 再把Ctrl-Shit的放開就好了 哦 這樣的話按Deleted OK了 好 停止錄製 那一樣呢 你也可以在這邊哦 再插入兩個 你用小圖好了哦 比如這邊的話 一個笑臉哦 你如果不喜歡笑臉 你可以用別的沒關係啦 這個笑臉 然後按右鍵 指定聚齊 然後就指定到剛剛這一個 我是沒有改名稱啦 好像Marco1 然後按下它看 OK 取代目標 有了 然後我們另外一個是 插入那個圖案裡面的話 用清除 清除的話 我剛剛也是用這個 XX OK XX一下 顏色的話改名自己在決定啦 如果你想改一下 顏色看起來比較漂亮的話 那再按右鍵 然後再清除 我剛剛是Marco2 那個改名稱 然後點一下 OK 有沒有 這樣的話呢 就馬上又OK了 所以哦 以後的話呢 你們這個公式啊 動作做完之後有沒有 那盡量哦 就是把它列型一下 錄製聚集吧 你會發現 哇 因為至少啦 你開發人員打開了嘛 表示說 你已經升級為開發人員了 那當然 應該會有不同的 感覺吧 而且有的時候 所以說 那些同事哦 他會去看人家說 你以色列上面有沒有開 開發人員打開 打開跟沒打開的 Label就不一樣 對啊 如果說 人家同事 他一個都沒打開 那表示他還蠻弱的 所以很弱的 他會問 為什麼你們都有很多按鈕啊 好厲害 按下去都可以 為什麼什麼都沒有 就感覺 之前有一個學人來 就跟我講說 我問他為什麼來學 他說我同事都有好多按鈕 一個都沒有 然後就問那同事說 你去哪邊學的 OK 他就跟他講 他就來學了 OK 所以其實也是 跟同事間的競爭吧 是不是 按下他 然後這邊 不過 最後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他就有同事說 老師 這個地方 就覺得 好像都OK 可是 你是按一下這個按鈕啊 都還要再按一下 您要取代目標儲存的內容嗎 然後 然後你一定要按個確定 他才會把資料倒過來 那就覺得好像很乾燥 有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其實是可以解決的啦 只是說變成說 如果你要解決那個問題的話 那你要懂得寫VBA的程式 然後寫在這個程式裡面就可以了 那要寫什麼 我剛剛我講義裡面有沒有 我講義裡面有 我講義裡面 你在那個第32頁的裡面 32頁裡面的話呢 其實就會有講到那個修改的方 有沒有 這邊只要加一個這一行 叫application.displace alone 等於force 那 解釋一下 application 其實指的就是 excel本身 就是把excel當一個物件 那個物件名稱就是application OK 那 點 displace alone Displace 顧名是哪 Displace就會把它顯示 顯示 alone就是剛剛那個訊息啦 警告訊息 那 等於force意思就把它關掉了 意思 意思就把它關掉了 所以喔 你把程式打在這裡的話 那就不會跳了 那打的方法 我去試一下給各位看 那怎麼改喔 一 一樣你要到那個開發人員的劇期 我們剛剛是markle1啦 我就沒有改 不過你可以把它改是要剖析 編期 OK 那 你就把程式打在哪裡呢 這個不要打在單以號後面 打在開頭的地方 就是 這個sub 因為這個名稱 應該叫資料剖析喔 我把它改一下 資料 剖析喔 這個名稱 當然你之後也可以改 剖析 剖析 OK 因為這就是sub 那個名稱 有沒有 然後後面的話呢 就是加一個什麼 加這一行 怎麼加喔 這個可能要自己打 APP app application 點 特別之外 你點下去喔 假如有一個清單出現 表示你application 沒拼錯字 打一個d 就出 di 就可以了 就是di 大概加提示 displace a learn 就這個 它有點像一個設定 這個設定 然後等於什麼 等於force 等於你會發現它會留個開 開個處嘛 4就1啦 force就0啦 force 不要 好 那你會發現我做加這一行喔 加在哪裡 加在層次的上面 那 這一個 部分的問題 就 得到解決了喔 OK 所以我們來試一下喔 剛剛這個清楚嗎 按下它它會跳嗎 按下它會跳嗎 按下它會跳 不對 因為我剛剛名稱把它改 按右鍵 我要重新指定它 它叫什麼 這叫剖析 OK 我幫你改名稱 重選一下 有沒有 這時候呢 它不會跳了 有沒有 所以喔 如果說你覺得它很討厭的話 就加那麼一行 在哪裡呢 在第32頁 的 這個 有沒有 第32頁 的那個 資料剖析的下一行喔 這個喔 Application 點 Display to learn 等於force 這樣就 關閉了 喔 所以其實有的時候 錄制聚集或許是一種 方法 但是缺點是說 沒有彈性 也就是說 有些東西 那怎麼辦 就變成說 可以輔助用VBA改 不過 將來如果你學到某個階段的時候 甚至你全部都寫VBA 就OK啦 因為除非剛剛你不太會寫 那你變成說 你用錄制的 也OK 所以 這個地方的話 請各位再試試看吧 錄制聚集 那 當然 如果你要用Find函數來做 其實太太麻煩 所以有的時候 比較麻煩的事情 就會想說 有沒有更簡單的方法 像這個資料剖析就蠻好用的 另外 另外的話 有一題是比較複雜的 在第27頁這邊 27頁這邊 其實 28 26 27 你們可以看一下 這邊 有一題是 在 我們的範例檔案裡面 我們找一下這個 叫什麼 臺北市的住宅竊道 點位資訊 這個 檔案 它是CSV檔 打開 那這個資料來源 就是從台北市政府的開放資料官網上面下載的 這個是 算是一個公開的資料 你網路上都是黑刀的道 那你可以看到 這邊的話 總共會有 1234個欄位 那這四個欄位 我們將來如果要做一些統計分析的話 比如說 我希望 因為這個畢竟是 歷年來的住宅其他案件的資料 那可是我如果想知道 到底台北市哪一區 住宅其他案件最多 治安最差 哪一區 第二個是 哪一條路 或者叫接 小一點要接 如果大一點要到 路接到 可是問題 你現在有這個欄位 好像沒有 所以怎麼辦 你可能勢必 你要自己再新增 按插路 有沒有 所以在一欄前面插一個 這個就是抓區的部分 然後再插一欄 這個就是抓 路接 路或者接 或者到 那如果說你要抓區的話 其實比較簡單 區的話其實就是 什麼 不過第一列 好像最好是 再插入一個 一列好了 這個按右鍵插入一列 這上面是編號吧 這是日期吧 這可能 這個是區 這個 那如果這邊的話 是路 路 或接 或到 這個 然後這邊應該是地址 這可能 上面也 我這邊沒有 這個是時段 哪個時段會被 竊取 資料 這個是哪一天被 這個 竊了 然後對 這個是編號 OK 那我們等於是多了兩個欄位 一個是區跟路接道 那區相對的應該比較簡單 為什麼 因為區 它一定是在 第幾個字呢 第三個嘛 區幾個字 1 2 3 4 第四個字 那區幾個字呢 區三個字 按確定 欸 區就OK了 所以 那你可以再怎麼 把這個資料 丟給那個 額 數目分析表 判斷 其實就OK了 那比較麻煩的 OK 這個路份的話 可能要下午才能 再解了 因為我看 也 看到吃飯 吃飯前講 這麼難的 其實 很沒辦法 因為我們今天只有七個小時 還是要把它講完 所以你們就還是要忍耐一下 好 那這邊的話呢 就是路接道 特別是喔 我要怎麼樣把這個路接道 比如說這邊是新生北路 那就把新生北路拿過來 然後這邊的話是莊晉路 但是問題喔 你會發現喔 它這個規則還蠻複雜的 什麼複雜法 就是 它前面喔 哪一條路喔 前面可能是什麼區 也有可能是什麼里 也有可能是什麼零 好像這邊還有什麼什麼零的 有的有零 有的沒零 哪有的有理 有的沒理 有沒有 所以你變成說你前面那個字喔 可能的話 會有三種可能 要不這個什麼 這底下應該有什麼什麼零吧 可能再再找 啊這邊有個零 有沒有什麼幾零有沒有 這比較完整 那有些是有里 有些是有區 哇 那所以喔 其實我們 比較麻煩的地方就是 我們 規則是 如果它有零 先找 先找零的位置 啊後面 再用密的切 加一 不就是路的開頭了嗎 好OK 然後後面的那個 什麼什麼路喔 也有可能是什麼什麼 接 什麼什麼到 所以也有可能有三種可能性 所以我們如果有路 就先找路 沒有路 就再找接 沒有接就找到 然後有頭有尾又密的切 就可以得到 大概是這樣 所以喔 哇這個麻煩的地方是 前面有三種邏輯 零 再找里 再找區 後面呢也有三種邏輯 嗯 有路 有路 有接有道 哇那怎麼辦 所以下午我會再講這一題 這題其實蠻麻煩 因為它變成說 要先做邏輯判斷 那這種複雜邏輯判斷 用這個地方怎麼做 可以試做看看 如果你這一題 可以把它做出來 表示你 這方面功力應該是 你已經蠻ok 啊如果這ok 下午再講一下喔 是因為解的答案的話 是會是在第28頁 28頁是我們要的 有沒有最後做出來 哇很擁長一串 這這這這這 不過看起來很長 但很多東西都重複喔 我們一樣會把它拆成三個部分完成 一二三 三個步驟呢 如果你這三個部分都做對的話 那基本上喔 這一題要做出來 也不是什麼太大問題喔 ok 我的做法是這樣啊 我是先找 0 再找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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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做完之後呢 把同樣的公式 因為後面是路接道 把它複製改 路接道 好 然後一樣放在MID裡面呢 去做切割 好 那這個部分難度真的是 稍微比較高 可是如果你可以做出來的話 那你表示說你這部分 應該就是有一定的熟悉度喔 ok 那請各位先這個 把剛剛的那一道體 152的部分完成 然後待會有時間喔 再試試看了解一下喔 台北市的這個104年到107年12月的住宅切割點位 這個哪一區這一段時間治安最差 哪一條路這一段時間這個啊 治安最差喔